开箱耳机也已经一阵子了 我相信大家已经被各式各样的耳机款式 还有各种功能弄得眼花缭乱 那如果你只想单纯找一款 极简耐用的入门降噪耳机的话 那今天你就来对地方了 我今天来介绍的就是这一款 帕姆的S29 这是一款主打着入门首选的 耐用降噪耳机 因为它的降噪 听说是零耳压感的 非常的有趣吧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这一款老朋友 帕姆今天端出了什么好料吧 好 所以就是今天要来开箱的这个 帕姆S29啦 哇 手上这款是白色的啊 哇 满漂亮的耶 是这种亮面的白 然后我们手上同时 其实有拿到一款是黑色的 我们等一下再好好地 看一下这两个颜色的表现 盒装内容物的话里面 应该就是还会再附一些配件的部分 一个充电线 然后额外的两个耳塞 M号的应该已经在耳机上 看一下 对 在耳机上 然后这应该就是S号和L号 然后还有一个说明书 所以盒装内容物就非常简单就是 耳机一个然后耳塞 然后充电线和说明书 那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耳机的质感吧 哇 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 黑色和白色的 我个人满喜欢黑色的耶 因为它这个 就会让它这个指示灯非常的不明显 那当你这样打开的时候 哇 整个质感就非常的好 白色其实也不错 但是就是它这边没有亮灯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指示灯的形状在 但白色里面的感觉也满好 我们就用白色来继续开箱好了 整个的充电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小巧 然后是走这种亮面的设计 底部就是有一个Type-C的充电孔 那它是可以用Type-C来充电 整个的感觉我觉得非常小巧 然后单手开合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算是满轻巧的吧 然后我们拿出耳机来看一下它的本体吧 哇 走的就是这种 露耳式的耳柄的这种耳机 那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也不会到太大 算是满OK的感觉 然后设计的话就是一样是走的这种亮面的 然后露耳的深度整个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还算满适中 然后收音感的部分也不会过大 那看一下黑色的部分吧 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两个颜色的差异 整体来讲的话一个就是黑色 然后一个是白色的感觉 就会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好 然后接着我们就来聊一下 这款耳机的规格 首先这款耳机支援的是蓝牙5.2 然后它的单体是10mm的大动圈单体 音频解码的部分的话支援的是AAC和SBC 那续航力的话单次使用可以达6个小时 搭配充电仓可以达18个小时 然后有支援了降噪模式和通透模式 以及游戏模式 哇 真的是满特别 连游戏模式都有支援 然后此外它还有支援一个叫ENC的通话降噪 然后具备双麦克风的智慧降噪 然后防水等级的话是来到了IPX4 好 然后接着我就会使用这款耳机 一阵子之后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心得是如何吧 那我们就改天见 好 那我也使用一阵子这一款 帕木的S29 那我现在就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那首先呢我们先从它最有趣的部分 就是它的主动降噪开始分享起 我觉得它的主动降噪的时候 必须说开启的时候 耳压感真的是调控得非常不错 几乎不会感觉到不适的部分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降噪的强度 就是比较平均水平的那一种 基本的底噪是有办法去除的 但是整体的降噪的感觉 我认为它是比较在意舒适度 和耳压感这个部分 但至少配戴起来 我自己是感觉不太出来 耳压感的不适感 所以说这部分还OK这样子 那至于通透模式的话 倒是还满不错的 就是可以听得到外界的声音啊 然后也算是自然 那表现也算是前段般的水准 所以通透模式也还满好 然后再来就是佩戴舒适度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戴起来的时候 入耳的深度并不会到太深 那整体的佩戴感也满好 就不会有那种 快要掉出来那种感觉 然后耳柄的设计 也让你很好从耳朵中间拿出来 那不过这边我也给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因为它这个耳机的这个设计 比较偏向圆润的这种设计款式 所以说你从耳机的充电厂取出的时候 会稍微需要捏一下要稍微适应一下 会有一点点滑就是要练一下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操作的部分 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操作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清脆的这个操作的声音 会有卡的一声 让你知道说你有按到了这样子 这点非常的好 就会让你有一种操作的踏实感吧 但是这个声音的部分 会跟你真的按上去的那个时间点 会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非常少的颜值 大概0.3秒左右吧 但是整体来讲我还是非常喜欢 那个操作时有这个清脆的声音的部分 那基本上该有的操作也都有 唯一少的就是在音量调控的部分 这款耳机并没有支援 直接在上面就做音量的调整 所以这点就稍微的可惜一些 不过其他的像是上下首歌啊 或暂停播放都有支援这样 然后这款的连线是支援 它只要开合就开始连线 那连线的速度也算是中规中矩 就是在你戴上耳机之前 连线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有一部分我非常喜欢 就是它在做单双耳切换的部分 它不论是单耳或双耳 或者是你是左耳切右 右耳切左耳 单耳切双耳 双耳切单耳 它都非常的顺畅 音乐都不会中断 我觉得这个部分表现非常的好 那连线的稳定程度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蛮稳定 那至于看影片的部分 会不会有延迟感 这个部分上来讲的话 我自己是感觉不太出延迟啊 那不过我自己讲的不太准嘛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你又没有测 我直接就给你一段枪声的测试 你们自己听听看说 这个延迟的感觉 就是那个画面按下去 跟你实际听到枪声的这个部分 会不会有延迟 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说 如果你想用这个耳机来打射击游戏的话 是不是可以接受 对然后在开始之前 因为它是有游戏模式的 所以说我会测一个有游戏模式 和一个没有游戏模式 让你去感觉一下 它两个之间 各自延迟的状况是如何 那你就自己听听看吧 好然后接着 就来到了通话品质的部分 毕竟它是有资源的耳柄的设计嘛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说 直接来听一段 我实际正在马路旁边 录制那个讲话的声音的感觉 你可以直接听听看说 这个讲话感觉是不是你可以接受 那个噪音降低的程度 和语音的声音的清晰程度 是不是OK的 好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马路旁边 测试这款PAR MOON 来传听那里的通话收音 那你可以听到说 收流量其实蛮大的 然后收音也不小 那你可以听听看说这个 抗哨的感觉是如何 通话的品质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那可以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这个效果如何 好然后最后就来到了音质的部分 那基本上这款耳机的音质 就是维持一贯的PAR MOON的味道 整个声线的部分 比较着重在中下盘的部分 那以丰富的低频为主体 那低音的下沉的力道 或者是延展性 我个人都觉得还蛮不错 那它的力道感和它的打击感 我个人也是觉得有打出来 就是听起来会非常的主流 非常的爽这样子 不过有点比较可惜的 就是这款耳机 我目前在他们PAR MOON的APP内 是没有办法去做调整 就是APP似乎还没有办法认得这款耳机 我不确定 因为这个是工程样器的关系 还是他们还正在新增中 反正我目前是在APP内 是没办法对这款耳机 做任何的调整 就稍微可惜一点 那如果我之后有的话 我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项 我也蛮期待 只有PAR MOON把他加入他们APP内之中 好啦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这款耳机的话 保固是一年 然后台湾是有代理商的 所以说就不用担任说 如果你耳机有问题 就找不到人帮忙维修 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也想要试听看看的话 我会把试听点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那我们今天的这部影片呢 也会抽出一款这个耳机 所以说如果你有参加抽奖的话 记得去置顶留言或者是资讯栏 看一下怎么抽奖 好啦那差不多就是今天这款 PAR MOON S29的开箱啦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就帮我点个喜欢 也记得订阅来分享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 悄悄 拜拜